Hello 大家好 我是程夏 今天呢想要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在我媽媽衣櫃裡面的三件神秘的衣服 這三件衣服呢是唯一有被她用塑膠套保護的衣服 然後呢 據我的了解 這三件衣服呢是她在年輕的時候 大概二十幾歲的時候買的衣服 大概是80年代左右 剛好是我非常喜歡的那個年代 復古風格的時候 然後她當初呢大概都是用差不多 一千塊的價格買下這些衣服 當時的一千塊可能是現在的大概 三千塊所以算是 以我現在來說算是非常貴的衣服 所以今天就要來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三套來頭不小的衣服 就是這三件衣服 這三件衣服呢 大家應該有感受到她們有一種 有歷史的感覺 好 那接下來跟大家介紹一下這件粉紅色 這件粉紅色呢 這件粉紅色呢是裡面比較有故事的一件衣服 就是聽說這件衣服呢 是我媽媽在訂婚的時候穿的衣服 對 看起來非常的適合訂婚 對 那這時候第二套 第二套風格呢 就是比較有學院風感的一點 學院風一點 就是呢 它有學院風的那種雙排的扣子啊 然後下面是配上擺摺裙 以現在的眼光來說也是完全合理的一件衣服 對 所以我說 時尚就是一個輪迴嘛 對不對 那接下來第三套 也是我個人最喜歡的一套 對 登登 有沒有有沒有 黑白鴿子 然後蝴蝶結 蝴蝶結 後面還有一個大蝴蝶結 完全就是一個夢幻公主說 非常適合我現在這個年紀的少女穿的衣服 對對對 完全以現在來看 一樣是非常非常的合理 所以呢我今天呢 就要為大家來試穿一下 這一套衣服 等我 千金大小姐 千金大小姐 準備出口完了千金大小姐 要逃亡 家到中落 家裡破產要逃亡 家裡破產要逃亡 裡面打開其實都是美金給大家看一下 裡面都是全新的美金 裡面是美金 對 只剩下一個那個黑膠唱片 一點餐飢 還沒結論 結論就是 媽媽很有錢 對 媽媽都講話三千塊 以前 我們現在只買三百塊 我現在我只買一百多塊 欸你太便宜了吧 然後媽媽買了三千 以前是現在三千 我媽媽說可能現在三千多塊的衣服 媽媽很有錢 媽媽就生我們之後才變全 把生命都給我們 把錢都給我們 傳承下去 欸再傳給女兒 對對對 我希望她可以把這件衣服送給我 好 那就大家等我們照片 掰掰